那有触碰说老花一三角梅怎么养啊 老花一呢养了几万颗的三角梅 把所有的经验都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是这颗 这是花友寄过来的一个 来的时候濒临死亡 都是要嘎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修剪了 修剪了之后现在长成这个样子 长得特别的凶悍 然后呢给它牵插的 剪下来牵插的这几个呢都活了 这个就是从那个母本上面剪下来的 这个是从十月中旬过来的 看到没 用这种木杆杆一擦就能活 贼好活 但是你要用老花一的土啊 这个存活率才高啊 包括它这个给它救活了 还有这个也活了 这个都是我们牵插的 这个也是从它那上面剪下来牵插的 剪了四个枝条活了三颗 那一颗没活 给丢哪来不知道了 三角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好养 难吗 别的话说为什么我养不好 首先第一点我跟大伙说 你看老花一用的这个土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撞不撞这个根系长大 三角梅需要一份很哇塞的土 但是这个花盆一定要排水透气 三角梅啊相对的来说呢 它是比较耐干的 别的话说老花一用你的土很饱水 这就说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光照 如果说你没有光照的话 三角梅是绝对养不好的 明白吗 它其实呢 你只要光照给足 它80%的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不开花 什么这那那的都不存在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盆土里面水肥给足 你只要光照足足的 什么都不用管 你这个也都不用修剪 完全不用修剪 可以让它长得无限高 让它就去爬腾 让它无限展望 你就只需要盆土里面的水肥跟上 它光照往往的 它就一直长就OK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修剪 我们很多的这个三角梅 你看它都在开花 主要是光照 还有一个就是温度 三角梅怕冷 这个三角梅是怕冷的 你如果说长时间 就一个礼拜以上在零下五度以下 它就冻啥 明白了吗 怕冷 它不怕热 它不怕晒 明白了吗 你如果说光照特别充足 它不怕你浇的水多 你只要是浇的水能漏出去 它也血肥 你只要肥料给足 它会乌鲁乌鲁一个劲的长 我们这个长得比较凶比较快 你看这个叶子 它都出现了一些黄化病 尤其是我们刚进来的苗子 基本上都是这种小苗子的时候 它如果说光照很足的时候 它开花对不对 开花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就会出现黄化病 就是我们有部分的品种 叶子就是种不好 我给你过来这边看 来 你看这边的这一群 这些个叶子新长出来的就是这种 叫黄化病了 它就是缺乏营养 它就营养跟不上 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可以给它剪了 剪了以后该施肥的施肥 如果你不剪的话 你只要是用老花衣的繁殊水 它也能养回来 我们之前的时候就黄化病蛮严重的 这边这些个 现在都已经养回来了 看到没 有的话说落叶子落花 这个很正常 这个谁也都难避免 因为它上面开的花实在是多 懂了吗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的错吧 关于修剪不修剪的 开花不开花的 你只要光照给出了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明白吗 好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就点个关注 老花衣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仁义 白了抽吧